身體圓滾滾 模樣可愛的河豚 可以做成生魚片熬湯 或是燒烤肉質Q彈 極富韌性 不但是高檔料理的代表 也是出了名的危險料理 這是河豚最美味的部分 河豚肝很鮮嫩 台中一名陳馨男子 在河邊捕魚抓到一隻河豚 拿回家煮湯 孝敬70多歲的老父親 沒想到他吃了一小塊 只有指甲大小的魚乾片 不到兩分鐘 立刻覺得頭皮發麻 四肢無力 發生非常嚴重的氣喘 幾乎呼吸困難 快喘不過氣喘 四肢已經發乾了 家族緊急將他送一搶救 老先生已經指甲發乾 開始呼吸困難 院方立刻插管搶救 住院了一個星期 才總算恢復健康 這裡了 僅僅兩分鐘後 頭皮就花了 我就知道大事不明 醫生說河豚的卵巢 腎肝心肚腮 甚至連眼睛都有毒 其中河豚肝最具毒素 如果務實中毒一開始會嘴麻 接著全身運動神經癱瘓 最後窒息而死 河豚毒 它不會因為烹調加熱 而消失 料理河豚在日本都需要考取 證照的專業技師才能料理 首先切除河豚的嘴巴 再來切除與其剝皮 處理有毒的內臟 這些毒物 還得集中處理燒毀 防止危害人命 醫生還是提醒 真的沒有專業技術 還是不要亂吃 以免孝親不成 差一點害死家人 TV新聞中部綜合報導